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进入2021辛丑年以来 中国大陆各种天灾不断 就在14级龙卷风发生不久 在5月21日晚上5月22日凌晨 中国大陆云南 四川 青海 陕西四地接连发生 震级分别为6.4级 3.4级 7.4级 3.6级地震 据官方最新消息 云南地震已至3人死亡 27人受伤 青海8人受伤 有网友猜测 24小时内四地连震 于是江山不稳 更有的网友还说 这不就是老天在市井作恶多端的中共即将要灭亡吗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资料显示 5月21日晚20点56分至22点31分之间 云南省大理州 样壁县发生14次地震 震级达5级以上的就有4次 最高震级为6.4级 第一次是发生在5月21日21时21分 云南大理州 样壁县发生5.6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第二次是发生在5月21日21时48分 云南大理州 样壁县再度发生6.4级地震 震源深度8千米 第三次是发生在5月21日21时55分 云南大理州 样壁县发生5.0级地震 震源深度8千米 第四次是发生在5月21日22时31分 云南大理州 样壁县发生5.3级地震 震源深度8千米 震中20公里内的乡镇包括太平乡 苍山西镇 河西乡 样江镇 麦地乡 复衡乡 平坡镇 北斗遗族乡 震中距样壁县城9公里 距大理市区37公里 距永平县城40公里 距尔原县城50公里 距昆明市区294公里 大理 宝山 楚雄等地震感强烈 昆明和潘之花等地也有明显震感 根据地震信息播报机器人 这次震中距样壁县城6公里 距大理市区31公里 距昆明市区288公里 根据官方消息显示 云南样壁县地震已至3人死亡 27人受伤 其中样壁县轻伤23人 重伤3人 大理市轻伤1人 截至22日6030分 样壁县当地倒塌房屋190间 全县受灾约20265户 72574人 初步统计经济损失约 3.1亿元 地震导致周边的五个县城出现灾情 其他灾情正在进一步的统计中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资料显示 5月22日凌晨1时38分 在四川卢州市旭永县发生3.4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北京时间2021年5月22日凌晨20.04分 青海省果洛州马多县发生7.4级地震 震源深度17公里 这次地震震中距黄河湘驻地7公里 距马多县城38公里 距国洛州政府驻地175公里 距西宁市385公里 据悉地震发生后 全省普遍有震感 其中西宁震感强烈 另外 根据果洛州地震局消息 马多县城花石峡镇黄河湘震感强烈 此外 地震至玉贡高速野马滩大桥 和花九高速昌马河大桥坍塌 全省弹线受损变形隆起 正在紧急抢修 凌晨2038分左右 马多县又发生3.1级地震 根据陆媒红星新闻报道 由马多县当地居民表示 地震发生时震感强烈 还有民众表示 自己在赎税中被震醒 随后从家中逃出 据官方最新消息 截至5月22日10点 马多县 马沁县 共有8人受轻伤 另有网友表示 这次青海地震 周边省份如甘肃 四川 陕西 均有震感 且震感强烈 其中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学生跑出宿舍 聚集在空旷处夺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5月22日上午7点59分 陕西商洛市商南县 发生3.6级地震 震源深度17千米 上述消息引发网友惊恐 24小时之内 4个地方地震 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 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地震 接二连三的简直太可怕了 还有网友猜测 多地短时间内频发地震 难道是未来发生强烈地震的预兆 全国各地山摇地动 欲使江山不稳固 陆媒引述专家称 初步判断青海地震 与云南地震没有关联 不过此话却遭网友怒斥 该网友还贴出 此前云南地震台专家分析说 样壁线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表示 绝不敢再相信专家的话了 但是但凡地震发生前后 总会有一些异常的征兆出现 比如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三天 动物的异常表现十分明显 据唐山市邮电局一甲干部后来回忆 当时发现家里的鱼跳到了鱼缸外 四条鲤鱼中的两条跳出过四次 挖坑饲养在地下的兔子也跑掉了 最明显的是公鸡不进窝 哪里高就跳到哪里 家里养的猫 平时谁喜欢它就往谁哪跑 可7月27日那天 猫不让人进屋 站在人的脚面上给东西也不吃 叫声也很难听 事实上这种异象在古代文献上技术颇多 如宋书记载 近墓地时永和十年正月丁佑 地震有声如雷 机智民构 与唐山发生地震时 鸡犬不宁现象是一致的 地裂或发大水或暴冷或暴暖 也都可能是地震发生的前兆 据新唐书高宗本记第三记载 11月极丑 晋州地震 左翼卫廊将高坎伐突厥 是东无雪 当应该是下雪的时候 却无雪 气候反常 此外史书上还记载 有的镇前会下毛雨 会下斜雨 下绿雨 等好多反常天象 这都是地震发生的前兆 据汉书惠地记第二记载 春正月鬼友 有两龙县兰陵家人井中 几亥西而不见 当年的陵西发生地震 时间是汉惠地流营当政的第二年 11历正月初四 山林的一户人家发生怪事 家里的井中出现了两条龙 当时大为惊恐 到初六那天晚上 这龙突然不见了 接下来在陵西那边就发生了大地震 一细词曰 天垂向见吉凶 意思是说 天象的变化会显现到 人世间的吉凶或福的变化 上天会通过异象的形式 来对于将要发生的吉凶之事给予暗示 中国古人认为 天人感应及天体变动对应人间变化 道家更以夜观天象来为君主观看 国运兴衰 遇见国君权威 生死等国家大事 历代明君往往也把天灾视为上天的警示 并反省自己的修为 进而修正错误 而不兴人德之政的末世之王或昏溃或残暴 往往无视上天的警示 其灭亡的命运最终无可避免 所以在古代发生地震 一般都会认为这是预示者为政者的昏庸无道 大臣将要谋反 国家将要发生兵变 政权将易主 因为天灾与人祸紧密相连 天灾由人祸而起 而造成人祸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君王不休得正 给大家介绍完地震前的征兆 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五次地震 竟然有三次是发生在中国 下面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 安提阿地震发生在公元526年5月20日至29日之间 那个地方叫迪奥波里斯 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和土耳其交界地区 当时属于战败庭帝国 估计地震强度为7级 随后一年半时间又余震不断 普遍认为地震造成25万人死亡 也有估计多达30万人 多数人死于地震之后的大火 当时城里有很多人 因为复活节临近周边地区的人都进城过节 据记载地震发生时又在刮大风 没有被侦探的建筑物起火后 火势迅速蔓延 几乎摧毁了整座城市 包括公元327年军事坦丁大地建造的 安提阿金工大教堂也未能幸免 这场地震据说是有记录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 地震发生在10月11日 震中是叙利亚城市阿勒坡 整个城市破坏惨重 死亡人数估计约有23万人 家境大地震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一次 1156年1月23日 中国明朝家境年间 现在的陕西和山西境内强地震 震级估计达里市八级 死亡人数估计83万 据说地震导致该地区人口减少了60% 当时是明朝家境年间 中国科学博物馆资料称 家境大地震破坏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 墨利所及之处一片瓦砾废墟 据地方志记载说 地震虽然只持续了几秒钟 但高山被移为平地 河流改道并引发洪水 地震引起的大火连烧数日 由于许多人死于被震塌的石器污舍 因此灾后重建时 多改用木头和竹子盖房子 海源大地震是较少被人记得 但在人类自然灾害史上 十分罕见的一次震灾 1920年12月16日晚20点06分 甘肃省顾原县和海源县发生震级 估计约为里市8.5级 持续了十多分钟 当时全球96个地震台都有观测记录 因此被称为环球大地震 美国地质勘探局记录阵级是里市7.8级 美国地质调查局资料称 海源地震导致波罗的海波浪浮动几十厘米 挪威西部两个湖和三个峡湾出现胡销和甲潮 另有记载称 日本的仪器测道 地震表面波绕地球一圈 海源地震移平了四个城市 数十个县遭到破坏 估计死亡人数最少20万 最多28.82万人 1976年7月28日凌晨 当地时间3点42分 据中国首都北京110公里的唐山市 发生7.5级地震 几乎将一座城市移为平地 方圆1100公里都有明显感觉 之后又出现7.1级余震 导致更多伤亡和破坏 唐山大地震后 美国 英国 日本 以及联合国等 都明确表示 要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 唐山大地震后 联合国发表声明 一切损失由联合国 全部负责承担 并在12小时内 组成派出现代化救赞团队 携带重型机械设备 和一切救济物资 包括食物 饮水 帐篷 医药 防疫 消毒 物处理等设备 和全面专业人员 非复灾区 现场进行人道主义抢救服务 希望大陆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 并立即答复 可是毛贡政府拒绝联合国 善良的愿望和紧急救援措施 拒绝外国援助 毛贡政府救援却低效无能 根据保定驻军第38军到唐山救灾的官兵说 大地震用人的两只手救灾 简直就是瞎胡闹的做政治秀 去的救灾人员越多 添乱制造困难越多 光吃饭 喝水 住帐篷就乱成一片 吵闹生一片 所谓救灾实际上就是掐起哄凑凑热闹 人的手能搬动钢筋 扬灰 预制板吗 砸他的房屋下有呼救声 当人们扒出来后 只是一具温乎乎的尸体 没有见到有活人被扒出来 很多中国人可能不知道 1976年7月28日凌晨3042分的唐山九级大地震 至今仍谎传7.8级 明明死了75万人 还谎报27万多人 从唐山地震中我们可以知道 天灾是突然的 但是天灾更是人祸 其实在重大灾难来前 上天会以各种方式警示甚至通告示人 重温历史 如果能以审慎严肃的态度证实真相 及时汲取正面教训 面对正在来临的人类大淘汰 也许还来得及自救 特别是在天灾人祸的今天 有人说上帝总是把机会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现在是真相救人的时刻 千万重视和珍惜真相 珍惜那些告诉您真相的人 因为真相难得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节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新的话题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分享 如果您有什么感想 请给我们点评 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